记者陈文禅高雄报道 另类耶诞节高市中小国小全国首创与伊甸早疗中心共用校园 六年级学童郭忠义黄思佳今分享会本故事 情绪管理经验与漫飞天使欢度耶诞节令时生感动不已 漫飞天使则笑开怀发送糖果礼物 互相爱的拥抱祝福耶诞快乐 中小国小六年级学童郭忠义黄思佳 霍西邻居是漫飞天使 想要送给漫飞天使有意义的耶诞礼物 两人准备飞飞生气了绘本故事 花了一个多月练习 还在班上课堂说了两遍 同学觉得说不精彩才过关 两人经说故事给漫飞天使听 并分享两人生气时 黄思佳会画画让心情变好 郭忠义则是唱歌跳舞 让自己变得开心 提供情绪管理经验 现场更只伴有讲征答 答对问题还有奖品 让漫飞天使下开怀 五岁漫飞天使小雨患有诸如症 智力未受到影响 认知与活动力相当好 但侯语表达不佳 且构音不清楚 需要熟悉的人才听懂 就读早聊中心日脱班一年 从原本只会喊称谓 从两个字进步到五个字 以能说出简短句子 老师请小雨当班上小帮手 训练他多说话 刺激大脑发展 以能拼凑简单故事 经听到六年级学童说故事 小雨听得津津有味 踊跃举手回答问题 笑得何不拢嘴 欢度快乐耶诞节 场面热闹滚滚 5 5 7 9 8 8 10 7 6